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我们有好几个精彩的体育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港超联赛的最新动态 大普在港超业战的首秀中 以三球轻取港会,升至联赛第三名,场面十分精彩 接着,我们转向篮球场 法国球新闻班亚马在NBA最佳新秀的选举中全票当选 成为2016年以来第一位全票当选的最佳新秀 她的出色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我们来谈谈拳击界的小插曲 台湾女拳王玲玉婷在陪练时意外被打到脸部于青 这件小插曲反而让她和她的陪练员的关系更加值得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的大普运动场 一场重要的港超联赛夜战吸引了439名观众的目光 据《明报》报道 大普队在这场比赛中以3比0的比分轻取了港会 凭借雷仙奴、李嘉豪和马卡雷娜各自的进球 大普队成功升至联赛第三位 这场胜利不仅仅是对球队实力的证明 也是对大普运动场首次承办夜间比赛的一次成功尝试 大普队主教练李志坚在赛后分享了球队未来的计划和目标 特别提到了港族门将谢家荣将留队的消息 展示了球队对未来的信心和规划 同样在体谈 另一边球场的光辉瞬间来自NBA 法国新星文班亚马 以全票当选2024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 最佳新秀 成为2016年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球员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文班亚马在圣安东尼奥马次队的表现令人瞩目 场均砍下21.4分 10.6个篮板 3.9次助攻和3.6个盖帽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 也为马次队的选秀眼光加分 文班亚马的目标是让球队变得更好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入选法国奥运队 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而在台湾 中职富邦汉将队首次在台北大巨蛋安排主场系列赛 吸引了近2.5万名球迷的关注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汉将队与台钢熊英队的三连战 不仅球票销售火热 还邀请了日之传奇球星秋山幸二开球 增添了比赛的观赏性和仪式感 此外 比赛当天还特别邀请了多位金曲歌手进行赛后演唱会 为球迷提供了一场试听盛演 这些报道展示了体育赛事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竞技 更是一种文化和娱乐的融合 无论是在香港的港超联赛 美国的NBA还是台湾的中直联赛 体育赛事都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团结 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球员们在场上的精彩表现 球迷们在场下的热情支持 都是体育魅力的体现 随着体育赛事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激动人心的比赛和故事 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 台中的天空下 一场激动人心的全大运男子跳高决赛上演了 来自虎伟科大的年轻选手叶博廷 以惊人的毅力和技巧 跳过了两公尺三十的高度 不仅摘得了金牌 更是打破了高选九年的全国记录 这一刻 全场观众的掌声雷动 叶博廷躺在气垫上 望着天空 满怀着难以置信的喜悦和成就感 中央社记者李建中 现场报道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叶博廷的竞争对手 傅兆玄和蔡伟智也展现了不凡的实力 但最终还是叶博廷在这场精彩的较量中脱颖而出 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为台湾田径界写下了新的一页 在接受中央社访问时 叶博廷分享了他的喜悦和未来的目标 他说 我从国三拿到全中运金牌后 就立下要打破全国记录的目标 过了五年我终于办到了 他的坚持和努力 终于在今天得到了回报 联合新闻网的报道 也揭示了叶博廷背后的故事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接触跳高 他特别喜欢这项运动带来的自由感 他的教练有力春提到 叶博廷的成功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心态上的成长 在进入虎伟科大后 学校的支持和教练的指导 使他能够在学业和训练之间取得平衡 最终达成了突破全国记录的目标 在另一场比赛中 成棒春季联赛的场地上 新北和联棒球队创造了历史 中央社记者谢靳文报道 红星旗投手的丸头胜助力球队 首次闯入四强 开赛之初 红星旗虽然稍显不稳 但很快就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最终以6比2的成绩胜出 新北和联在比赛中展现了 强大的团队合作和攻击力 从比赛的第一局就积极抢分 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这两场比赛不仅是运动员个人技术的较量 更是心理素质和团队合作的考验 叶博婷和新北和联棒球队的成功 不仅为他们自己赢得了荣耀 也为台湾体育界增添了光彩 这些年轻选手的故事 激励着每一个梦想成真的可能 证明了只要有梦想 有坚持 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在桃园市龟山区东方高尔夫俱乐部 一场别开生面的高尔夫赛事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而是一次慈善的盛会 联合新闻网报道 这场名为2024中国信托女子公开赛 Jilipka巡回特别锦标赛的活动 在比赛前夕举办了一场职业业余配对赛 成功募得2000万新台币善款 这笔钱将全数捐给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用于执行偏乡儿童及家庭的辅助方案 这不仅展现了运动界对社会的关怀 也让参赛的高尔夫球手们 感受到了比赛之外的温暖与意义 其中石玉婷这位隔了五年 再度参加配对赛的女将 对于能通过打球来做慈善 感到非常有意义 而长期在美国自寻征战的侯宇桑 也表示会谨慎对待每一次挥干 希望为公益尽一份力 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 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所有参赛选手和贵宾们 在晚宴中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经验 共同期待通过这样的活动 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 而在NBA的另一端 联合早报报道了达拉斯小牛队 与主帅基德的续约消息 这意味着基德将不会成为 洛杉矶湖人队新任主帅的可能性 基德作为一名名人堂控球后卫 带领小牛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包括两次进入季后赛 他的续约不仅为小牛队带来了稳定性 也让球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小牛队老板杜蒙特对基德的领导力 和执教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基德是球队未来成功的关键 而在欧洲足球的舞台上 联合早报又带来了皇家马德里 与拜仁慕尼黑的激烈对决 在欧冠赛场上 黄马本赛季表现强势 而拜仁则希望通过这场比赛 摆脱本赛季的低迷 首回合双方战成2比2平手 拜仁在客场面对黄马时 面临巨大挑战 尽管拜仁的前锋凯恩 本赛季表现出色 但球队的防守问题 仍然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黄马主帅安切落地强调 防守不仅仅是后防线的责任 全队需要共同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两队的对决无疑充满了看点 这些报道展示了 体育界不同领域的最新动态 从高尔夫球的慈善赛事 到NBA的教练续约 再到欧冠赛场上的激烈对决 每一项赛事都不仅仅是竞技的展示 更是精神、文化和社会责任的体现 体育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激情和斗志 还能够传递爱心 促进交流和理解 展现出体育精神的真正内涵 在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辉煌赛场上 西哈姆、West Ham的铁锤帮主帅 莫耶斯、Mois的离队消息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联合早报报道了 这位经验丰富的教练 在赛季结束后将离开球队的消息 莫耶斯、这位曾执教过 英超豪门曼联、Main UTD 和老牌球队埃福顿 Everton的教练 在2019年第二度执教西哈姆 并在上个赛季带领球队 夺得欧洲协会联赛锦标 这是球队自1980年 英格兰组总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冠军 莫耶斯的离去 让西哈姆的球迷和球员都感到惋惜 他在任期间带领球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包括连续三年踢入欧洲赛事 并在去年6月赢得了球会43年来的首个大赛冠军 莫耶斯本人也表示 他在西哈姆度过了美好的四年半 球队比他2019年回归时更强 同时 联合早报还报道了一甲联赛中亚特兰大 Atlanta的逆转胜利 在课场 以2比1战胜 以确定降级的萨勒尼塔纳 Salenitana 这场胜利 让亚特兰大的积分榜排名升至第五 为下赛季 征战欧洲冠军联赛的机会大增 亚特兰大的胜利并不轻松 下半场的强势反击和精准的换人策略 让他们在比赛中后期完成了精彩的逆转 在另一个领域 台湾女拳王林玉婷在拳击赛场上的表现 同样引人瞩目 中央社报道了 林玉婷在全大运金牌战中 因对手弃赛而获得金牌的消息 尽管比赛当天她没有参赛 但作为陪练员的她在帮助队友李承薇 准备比赛时不小心被打到脸部出现瘀青 林玉婷对此表示 虽然自己比赛时都没事 但在当陪练的过程中却受了伤 这让她感到既惊讶又好笑 不过看到李承薇取得金牌 她还是感到非常开心 这些故事无论是在足球场上的教练更替 球队的逆转胜利 还是拳击赛场上的意外伤痛 都展现了体育精神的多面性和深刻影响 每一位运动员和教练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无论是胜利的喜悦还是挑战的艰辛 都是他们体育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伦敦的一场英格兰超级联赛中 曼联遭遇了一场惨痛的失利 他们在做客水晶宫的比赛中 以0比4的比分落败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失利 他几乎将曼联的下赛季欧战 希望推向了悬崖边缘 据联合早报报道 这场比赛后 曼联主帅腾哈格的岗位更是岌岌可危 尽管他坚称自己将战斗到底 认为自己是解决问题的最理想人选 水晶宫的奥里瑟没开二度 马特塔和米切尔也各自为球队锦上添花 帮助球队取得了一场四球大胜 这场胜利也是水晶宫 近无场比赛中的第四胜 显示了他们近期的出色状态 而对曼联来说 这场败仗使他们在积分榜上排名第八 距离第五的托特纳姆有六分之遥 欧战的希望变得愈加渺茫 与此同时 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了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男单和混双阵容 两届男单冠军马龙无缘单打 王楚清和樊振东将为中国捍卫金牌 联合早报指出 马龙和樊振东曾在东京奥运会上 相遇于男单决赛 马龙夺冠 成为拼坛史上第一名蝉联男单冠军的运动员 而王楚清则是凭借稳定的表现获得了男单奥运资格 混双方面 王楚清和孙颖莎获得参赛资格 他们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为中国争光 在棒球领域 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可能在台湾举办 中央社报道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已经争取到资格赛的举办权 希望能在5月中正式定案 台湾虽然没有争取到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正式赛资格 但凭借着丰富的国际赛举办经验 资格赛在台湾的举办机会相当大 台北大巨蛋是资格赛的首选场地 这将是台湾棒球迷的一大盛事 这些报道体现了体育世界中的不同面貌 足球领域的曼联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 乒乓球方面 中国队正为奥运会做着精心的准备 而棒球则展示了台湾在国际赛事中的活跃角色 每项体育活动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挑战 无论是在足球场上的较量 乒乓球台上的对决 还是棒球场上的基站 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激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